Hello, 我是Tiger 今天要介绍的OSMO Pocket 变身贴纸 即是如果你已经厌倦了OSMO Pocket 的样子 或者你不想和别人混乱 你就要来看这条短片 Hello, 大家好, 我是Tiger 欢迎收看你的频道 记得订阅, 因为我们经常有很有用的资讯给大家 刚刚完成了, 有不同新款OSMO Pocket 的贴纸 除了这三款外, 还有很多款 为什么要用贴纸呢? 除了你想比较漂亮 另外, 很多时候都会拌乱了OSMO Pocket 当每个人都有的时候 你就会拌乱, 按错了别人的 拿了别人的回家 所以OSMO Pocket 的贴纸 都是凸显你的个性之余 可以分较哪个是属于你 今天我们试试用了3M材料的贴纸 究竟它是否难贴纸 贴完之后会不会容易脱落 以及整件事的美感在哪里 我们首先会用一些酒精 先用濕的酒精 先擦一擦你的机身 因为始终我们这些都是粗用的机身 擦一擦 主要会让它面的灰尘清潔 记住不用擦那个镜头 因为你不会黏着镜头 用完濕的 擦完之后 就用干的一些眼镜纸 去把水分、污脏东西擦走 我们未来的不同的OSMO Pocket 专栏 都会介绍多一点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的 就请留言 或者告诉他们 你想测试什么产品 三张选择哪张呢 真的令人不知如何选择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 金黄色的 首先最大部分的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机身的贴纸 又鑑于我也是中学的无形冠军 基本上便憑我的感觉 辣下去 其实是有少少不差的感觉 上位置有少少不差的感觉 好 好像黏在了 对了 黏在了可以撕出来 证明3M的材料不错 黏在了可以撕出来 不错 材料不错 我们又试试 第二边 很简单 不是左右 不是前后 我们黏在那边 为什么我会知道错 因为对了 刚才说的 笋口位 也有分左右 你问我整件事 我想差了 差了0.2cm 左右 由于我又相信它是3M帖子 我又重新再重新再黏一次 那你问我是不是很好的贴纸 我就觉得有进步空间 但是如果你想来的OSMO Pocket 特别一点 都可以试下买 和自己试下贴纸 一定很特别 是否像变形金刚的大黄蜂呢 不像变形金刚的大黄蜂呢 其实不像变形金刚的大黄蜂 完成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看下 是 前面没有黏到的 没有的 旁边 拿开这些 跟着后面 最有特色就是后面 跟着 旁边 正面 好 那这个就是OSMO Pocket的贴纸 黏着后 就会看到 软体也不差 我的留言 就是 它的 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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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 今天也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OSMO Pocket的贴纸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大家收看 如果你的影片很棒 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 下次见 拜拜 好 那补充一提 这个位置没有贴纸 和这个位置 尽量不要贴尾 因为当你贴好之后 你还是要继续 迫 HOTSU 这个Lightning 或者 你电话的插头 等你一插头 便可以使用 整件事 你贴的贴纸 也不会说 放不上 Case 同样地 你 放到 对的位置 就 盖上 就可以了 也不会说 有些很黏黏的感觉 都是 Bi3M 贴纸所赐 不错 有一个好的选择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Hello 再一次多谢大家收看我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 想法 甚至是问题 都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和接收通知 我是Tiger 期待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